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期的话题叫印象 印象这个词谁经常用 家长老师经常用 经常说什么 你看上课我讲八百六遍了 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话你们印象深吗 深是吧 我上小学学习就不好 天天老师数了我 我记有一回考试 最后一道大题 十分题呀 死活想不起来了 就不会做 后来我也总别做了 做不出来了 放空自己 闭上眼睛 回忆当时上课那个印象 对吧 能找着一点线索也能写出来 闭眼想 两分钟过去了 还真有效果 一点点那个印象就出来了 模模糊糊我就记得 老师讲过这道题 但是清楚的我记得 我压根没听 说到印象 我们今天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 应该说大家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啊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著名演员张朝老师 有请 你好 张老师 欢迎欢迎 你好 主持人 欢迎欢迎 大家好 我是影视演员张朝 好 欢迎张老师 欢迎您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印象啊 可能我们现场的很多观众朋友 包括我们的各位嘉宾 其实对张老师印象都特别的深啊 尤其今天还有您的铁粉在啊 特别铁的铁粉 我们这样 那个铁粉自己站起来的是谁啊 小粉丝 从七岁左右就看张老师的戏 就是长大的嘛 中安六祖陪伴了我 度过了我的少年 青年 到现在 包括电视上不放了 自己拿电脑也会去看 那时候喜欢到什么程度 喜欢到就是我会把台词都敲在本上 然后自己去背 做那个小的警官阵 然后自己在家里表演 一个人演好几个角色 我就 警察你们不许动啊 让自己跟他说 确实您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啊 可想而知 我们这中安六祖啊 这个拍了有十多年了 这个到现在还能让大家记住啊 这说明这部东西还是很好的 有影响力 确实是啊 您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在这个六祖里面和大家一起分析案情的时候 一定会拿一个大茶杠 标志性的 就是云淡风轻的那种感觉 你看您现在也是这种感觉 那您觉得您是本色出演老正吗 并不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都很忐忑 这个觉得好像我们离警察的生活太远了 我们根本摸不着 到底警察的行为应该是个什么行为是吧 当时我们提出来要拍这部戏的时候 北京市公安局 包括公安部都非常支持我们 但是一定要这个拍的真实 所以就所有演员下到我们的一线 一线警队去 这个时候我们到了宣武刑警大队 重案大队 半年我们一块打战役 一块扫黄 一块打飞 一块抓人 我们都跟他们一起去 一块坐 包括凶杀现场 我们要第一时间到达凶杀现场 然后跟着刑警工作 然后一直要抓到罪犯 然后预审 预审完了结案 结案完了写材料 材料报检察院 然后这完成一套 我们以为您就是旁边看看 体验下生活 不是这样 这是真正的体验生活 众案六组唯一的一个一次 就是演员下生活 现在的最长 这个王宪老师 这个之前我们也一块合作过 他就是天津人 对对对 就是我们天津人 其实在跟他合作之前 我以前看众案六组 我真的以为他就是警察了 对对 就是演得太真实了 是 他的老师很有名 是北京市公安局重案大队的大队长 你们去深入生活 都要去拜一个老师 对 那您当时拜的是哪位老师 我拜的这个师父 是当时是 宣武分局刑侦大队抓捕组的组长 抓捕组的组长 叫李明顺 现在已经没了 牺牲了 生活当中 我们觉得现在和平年代 可能觉得牺牲这个词 离我们生活是挺远的 是很远的 但是像跟张老聊 就是他的老师 其实这是可以说 距离很近的一个人 对对 就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 确实我们的人民警察 不容易 我们的真的掌声 应该送给他们 谢谢 感谢我们这些人民警察 收获我们这一方的安宁 那张老师 您当年跟师父 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一开始见着李明顺 李明顺当时很忙 北京市局的同事带我去 然后说这是演员 然后到你们这儿下生活 那组长看了我一眼 走 走 走 出警 出警 这都走了 没搭了 没难的那回事 慢慢跟李明顺 接触时间长了以后 培养感情 他跟我感情很好 最后慢慢的 我们成兄弟 那后来您到什么程度 会跟您老师一起 去抓捕罪犯吗 后来就很自如了 很自如啊 抓罪犯您也搁上去 抓罪犯上 影视剧当中 或者我们想象当中啊 就是警察来啪 一大背夸 一个人就把这个 嫌疑犯制服了 有 您也行 有 这个都得训练 是不是对于一些 就是极个别的 一些亡命之徒 我觉得好像也有几个人 一起网上扑 我们有一次到这个菜市场 说是去抓一个嫌疑人 拿来这么大一把砍刀 这太为止了 这旁边那大菜刀 正切肉串的 光着大网子 婉领说怎么办 一招致敌 必须把他抓住 必须把他摁地 然后 这我就上不了了 那块太大了 对 专门这有 有那抓捕手 前面 叫什么 那人一抬头 后边一大砍 就帅着 前面也有一大招 我吸引他注意力 后边那个 杀了 真是很厉害 对 这必须得一下 他抄击刀来就麻烦了 那肯定 就非常危险 听着就害怕 非常危险 我多问你一句 您当时是组里面 这些人都去到 都去 都去 女孩子们也 小女孩也去 因为我记得 每一步里面 都有小年轻的女孩 王健老师肯定是 都得去 都得去 都要跟着现场去 这样看 必须都去 他们都经历过 可能我们觉得 这些个危险 离我们都很远 但是真的 我们的人民警察 就每天都在面对 这些的危险 有他们的这样的付出 他们的负重前行 其实才保得我们 今天的平安幸福的生活 我们真的应该 为张老师点赞 为我们的人民警察点赞 谢谢您 给我们做到这么 鲜活真实的警察 今天这样 我们现场的 现场演员呢 也让他们来 模仿一下 这个警察的一些 个常用的一些语言 或者说是您 演出当中演警察的 经典的台词 看看他们能不能达到 这个您体验生活的 这个标准 好不好 好吧 这个我们来学一句 塑造警察 一定要用到的台词 别动 警察 这个台词应该是 经常要用到的 对吧 我们前期先来学一学 好吧 别动 警察 这个前期 这个女警 有点温柔了 我觉得太温柔了 你可以再严肃一点 她这也可以 也可以是吗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 抓一个 重伤害的 嫌疑人现在都是 无罪推定 对 你知道她是罪犯 但是你 你抓她的时候 不能按罪犯抓她 她叫嫌疑人 她是嫌疑人 警卸警惧你不能用 那么像这种情况 怎么抓 我就问师傅 这怎么抓 这这位 你们俩过去 一边一个 给家那 拍拍她 盖她 警察 别动 别动 配合一下 站起来 能走吗 能走 起来 跟我们走 知识为什么找你吗 我知道 怎么着 我说 是爷们跟我们上车 这是技巧 我觉得 这不体验到一线的生活 绝对没有这个技巧 你得跟她说理 有时候这挺危险的 对 我们俩得夹着她 坐车里头 夹着一大光头 喝了半醉 然后这她要给我们 随便抡一拳 她跑了 对 一点折都没有 她这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有时候旁边人多 有时候在闹市区 我们要抓这个人 不能暴露自己 别动 警察 小声 别喊 别惊扰群众 不能扰你 明白 好 这个前期 那就是你刚刚这表演 还是可以 挺好 你刚才是怎么想的呢 没有 我其实看那关六族 我觉得有一句台词 我经常特别深刻 是杨振说的 就问的 叫什么呀 叫什么叫什么 废的就是你 就是这句 这句特别深刻 请贵没来这个 对对对 彭飞学一个 别动 警察 有点意思啊 陈岩你能震慑一下吗 反正都是按使劲 按使劲也没事 带点劲就行 别动 警察 我觉得像个大夫 要给我把脉 你这个体型 确实一般警察 反正像你这个体型 抓不合格 对对 抓嫌疑人费点劲 他这也不行 不成 他得起范 我明白了 严警察不能起象 来不及起范 因为这个嫌疑人 已经是惊弓之鸟了 如果你在旁边 起范 早撩了 你连人都见不着 你像我们在抓捕当中 就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惊了 我们那天还带着枪 进行小胡同 特别窄一个胡同 我们俩还在这儿起范的 说师傅 还严谨 师傅 是你先上 还是我先上 我在前头扑 还是你在前 还没等说呢 前面过了一人 就给我撞一根头 接着就冲我师傅过去 把我师傅脸上 打了一圈 我师傅当时就打猎去那了 他已经发现不警察了 这人已经疯了 你知道吗 从里面就窜出来了 我师傅定睛一看 就是他 我说快快 我追 我就开始追 你哪追得上 你知道一个人 在垂死的时候 你这跑多快 我就发现他太快 完了我们追追追追 有量了 远处看他跑进一个工地 这工地呢 前面那都盖墙 那墙有两米多高 他根本上不去 我说师傅他跑不了了 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围 围围 这人跑得 瓷瓷瓷瓷跑得特别快 一看那墙两米多高 他上不去 谁说上不去 他往后退了两步 蹭蹭一注跑 两米多高 墙飞过去了 我师傅一看不行 掏出枪来 就打了几枪 然后那人就摔过去了 摔过去以后 我们就跑到墙根底下 完了跑了 抓不着了 然后那边 那边墙外头就喊 嘿 那边谁开枪啊 说你们哪 你们哪单位的 我们说我们刑警队的 抓抓抓抓饭 说这边跳下来 这人是你们追的吗 说是 他翻过去以后 这边听着枪声以后 这个那边巡逻队就过来了 过来就把这人就摁住了 摁住不知道这边谁 知道是警察 说非常危险 非常的危险 所以这起范儿是不行的 面对亡命之徒 没等你起范儿 就跟你打塔去了 你起范儿 他把你打塔 对了 这真的是从体验生活当中 一点一点得到的 才能塑造出这么好的一个 老郑的一个人物形象 对您的这个印象 我们很多人是来自于 这个影视剧当中 可能我觉得直观的印象 会觉得您是一个 生活当中比较严肃 不是特别爱开玩笑的 您生活当中是这样的吗 不尽然 不这样 不尽然 我这个生活当中也挺火爆的 也挺火爆的 好几次我跟导演说 导演你别让我再演局长了 一弄就队长 局长我演烦了 我说你让我演一反一号 行不行 反的 导演说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最后等拍的时候 您还来这个 还来这个 那您这个 在剧组当中 比如说互相 稍微有点小矛盾的时候 有没有您给调解一下 当然了 当然了 因为我负责演员嘛 演员组长 有的时候拍戏 你有时候冲 你批地来 不拍了 不干了 不干了 我就得去 导演说 这事怎么办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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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我也得去 把它给 把它给说回来 我不主持了 我走了 别动 警察 还要动警察 你批持了 把比利亚的男生 没关系 还有我 郑老师 不行啊 这一个都少不了 你可以 您看 组长就是干这个 您就相当于 一个大家长 组长呢 实际上就是 把大家拢了一块 把这案子拿下来 这组长的任务 是一个老大哥的 一个形象 对了 因为一个刑警大队 一个抓捕队 他都是冒着风险 都是兄弟 对 所以组长的任务 就除了布置任务以外 还要让大家团结一组 身先世俗 照顾好大家 团结好大家 这才是一个 合格的一个组长 对 那这个张老师 你看今天跟您 聊了这么多 对您也有一个 更加深刻的印象了 我觉得接下来 让我们的各位 相恨演员们 咱们展示展示 看看他们能给您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好不好 那这样吧 我们首先把舞台 交给刚刚 严警察很不像 下起范儿的 这个中美严 还有搭档王春阳 有请两位 好 感谢 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感谢您 我们俩呢上来呢 你俩跟大伙呢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咱们认识认识 首先说我吧 我的名字呢 叫王春阳 没错 青年的相声演员 是 下面那呢 我得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老师 不用隆重 不值得一提 好那咱就不提他了 我们俩呢 不提了 你不是说不值得一提吗 该提也得提呀 提一提 他的名字叫周培言 不敢当 周培言你有什么不敢当的 你这是个假名字是吗 不是 我不是就是谦虚 你谦虚早了 知道吗 你不要预判我的预判 周老师 极其优秀的青年表演艺术家 都艺术家了 台柱子 没有 绝对的 谈不上啊 群英会 啊 台柱子 不行 天津电视台 啊 台柱子 我差远了 真的大伙 天津电视台 您数去 所有的柱子 都是他台来的 您知道吗 绝对 楼还我盖 你看还会盖楼 你知道吗 盖什么楼 我盖 保洁都行 妈就保洁 他比那200一天的大姨 那干的干净多了 我跟你说 我还正在200 厉害极了 你忙着我说那个 我说您会的 全面 我全面 我也不能上这台柱子来 就是说很优秀 没有您不会的 那都凑合 确实是啊 周培安周老师 我记着前几年 有一档啊 全国性的这个相声比赛 哦 18年 对 18年 18年 全国性的相声比赛 人家参加了 什么参加呀 全国八强 上午下午 下午3点46 哎哟 你问这干嘛 别老跟我提 叫着啊 我早都忘了 是 他都磕他们家祖坟上 这玩意儿 有往祖坟上磕 确实是啊 全国八强 同志们 家人们 八强啊 嗯 当时 他们九个人 在台上比赛的时候 很焦灼 这有什么可焦灼的 啊 就比一下这一个人 第九个不没来吗 报名就八强 你也得会报名啊 那有什么不会的呀 我就说 你一路走过来不容易 嗯 这很容易 不是 确实很有名气 你看谁还记着呀 你看你看 嗯 知道为什么 没人记住你吗 为什么呀 你差样东西 差什么呢 自传 自传 名人自传 是吗 哎呀 很多明星啊 大腕啊 都出过自传 你比方说 周杰伦 哦 张绍涵 哦 刘若英 有 刘德华 刘德华有自传 刘德华自传写了好极了 是吗 刘德华人家写的 我在西游记的日子 当时我可能 刘德华在西游记的日子 你怎么什么都 你居然没看过 刘德华演的猪八戒吗 人家那台词多经典呀 什么呀 大师兄 咱们回二场吧 对不对 多经典呀 他跑那自杀去了 到那就给他做成火腿肠 对呀 人家叫马德华 别逗 谁跟你逗了 马德华不是吃蘑菇长大哥吗 那叫马里奥 马里奥不是西班牙的首都吗 那是马德里 马德里不是演我那前半生吗 那叫马伊利 马伊利不是向上太陡吗 那是马三利 马三利 马一利 我差两利 对 你要有这两利 你病就好了 我就是说人家出这次转 我跟你说 你出自转对你有帮助 我上哪儿 你跟你说有帮助 就为了让大伙更好地了解你 加深对你的印象 大伙就记住你了 那我也不会写呀 你不会写 你找我呀 怎么会 我就帮你写 你就放心 你就完了 你帮我写 我放得了心吗 你踏实住咯 没事啊 我踏实住咯 咋有我呢 对 你也会这点空闭 咱这脸练过 没事 对 刚走 我就帮你写就完了 你就放心吧 你放心 你这 你先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我情况就是叫周培炎 三十五 说现实呢 难 不是让你征婚 知道吗 给你写自转 就完了 那我有什么的呀 你这情况不行啊 你吸引不了大伙的眼球啊 那怎么吸引呢 我给你找一个 先找一个有名的祖先 换祖先 对了 你叫周培炎 对呀 姓周是吧 周培炎 祖先 你说啊 嗯 你是周文王的后代 周文王啊 很有名气 不是 他有名归有名啊 周文王不姓周啊 人姓鸡啊 鸡昌啊 不是 他不姓周 不一样 你改啊 我改什么 你叫鸡培炎啊 鸡培炎 叫鸡培炎 很响亮啊 我不如把那培去了 我直接叫鸡眼 哎 这个名字也好 书名我都跟你想好了 什么名啊 我是周培炎 括号 我不是周文王的后人 因为他姓鸡 我姓周 我不叫鸡培炎 更不叫鸡眼 括弧 完领 这还得给人翻译啊 你这个我跟你说严谨 你省了读者看你的自传 到时候人家问一下 他为什么不叫鸡培炎呢 一看你这书名 人家不问了 谁问我 有病啊 不是名字不好是吗 对 差远了 不好 我给你换名了 那什么破玩意儿 不是你老鸡什么眼啊 你在这儿啊 我都鸡培炎了 我还不鸡眼啊 哎 不是不叫鸡培炎 那敢 我肯定不叫 哎 有一个主持人 嗯 倪萍 我知道啊 倪萍老师 嗯 啊 倪萍老师 人家出过一本自传 嗯 叫日子 对有 根据人家这个经验啊 两个字 简单 大伙好记 嗯 你的书名也俩字 哪俩字 你叫周培炎 你的书名叫 培了 我还没卖呢 没卖就培了 那怎么办 你叫炎了 炎了 你还叫周了呢 你别周了呀 人家能喝周就周了 你又不能喝 你叫周一半 行吗 那我不如叫炫 你看 又跟我贫气 又跟我贫气 谁跟你贫了呀 什么 我这帮你想主意呢 啊 行行 周一半 周一半 定了吗 定定 好了 周一半 周培炎 自传书名叫 周一半 行行 喝半瓶呗 就是 对 我从你小时候开始给你写 嗯 写的要惨一点 我卖惨 哎呀 能博取大伙的同情心 嗯 这样啊 嗯 你说你爷爷 七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你们 当时啊 你非常的难过 我觉得第一个难过的不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爸爸 我爷爷七岁就没了我们这一家子打哪蹦出来呢 什么 什么什么 你七岁的时候你爷爷就离开了你们 你七岁的时候 七岁 哦 等到你八岁的时候你的父母也相继离开了你 是因为破不了案极的吗 嗯 于是法院就把你判给了你的妹妹 还能这么判呢 你的妹妹怕把你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不放心啊 嗯 每天就带着你去幼儿园上课 那他会得看着我 但是你太能吃了 怎么了 把幼儿园所有小朋友的饭都给吃了 嗯 你的妹妹就被幼儿园给劝退了 那我太对不起我妹妹了 你的妹妹实在养护不起你了 那怎么办呢 就把你传给了你的奶奶 我有奶奶我跟我妹妹干嘛去 你的奶奶很爱你啊 嗯 嗯 你的奶奶为了养活你 把自己看病的钱都拿出来养活你 嗯 自己只能靠咬牙和病魔做斗争 这还斗的什么争啊 这不就忍着吗 这不就 你的奶奶实在忍不住了 嗯 养活不了你了 又把你传给了你的舅舅 别传了 再传就出界了 你的舅舅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 是 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 嗯 啊 说有这么一天 怎么了 晴空万里 嗯 乌云遮日的晚上 还有这个天啊 你的舅舅冒着瓢泼的大雨 浇妆讲 他是缺心眼吧 结果给淹死了 确实缺心眼 终于没人管你了 哦 你靠着喝风 自己呢 成长了起来 能长得现在 完了 自转完了 这就叫自转 多好 你告诉我 大伙看完了以后 这有什么意义 这太有意义了 有什么意义 不光有意义 啊 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下雨天 不能浇妆去 我去 感谢梁春阳 郭培妍 谢谢两位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印象 这个有的人可能就像培妍这样 就是他是慢热型的 对 就是最开始可能你对他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慢慢越来越印象好 但有些人可能第一印象就让人觉得特别好 您属于哪一类 我也不知道 我不能不累 你不能不累 那您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 第一印象给人比较不好接触的这样的朋友有吗 太多了 也有 太多了 现在都讲究低调嘛 现在人都会把自己都藏起来 第一自我很明显 然后有第二自我 第三自我 甚至第四第五自我 好多性格好几面 就是多面性 不一样了 那像您这个严警察也体验了很长时间警察的生活 对 是不是基本上生活当中一些人 您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警察这个职业他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其实后来我总结了一下 警察这个职业是一个特别有人 人性化的一个职业 那些师傅告诉我们说警察呀 有两个脸 对待这个不良人员 一张脸 但是对哥们 对朋友 对家人 又是一张脸 就在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 也体现了很多人性化的东西 比如说一小偷 当时这个确实是真事 家徒四壁 家里非常困难 老婆又有精神病 孩子呢 慢慢长大 送到小学去 孩子能够走毒了 然后呢 他就希望爸爸能给他买一辆自行车 爸爸真是买不起 实在是没爸爸 又要给老婆看病 又要给孩子交学费 压力太大 另外确实没钱买这个自行车 但是这个孩子呢 要求很高 说我要要一辆很漂亮的自行车 他爸爸就恍惚了 就到大街上去找这辆自行车 终于发现了 一辆非常漂亮的一个自行车 他就把他偷回家去了 他是第一次盗窃 然后被警察抓了 警察就了解这情况 说自行车买不进 走 上你们家看看 带这个案犯到他们家一看 就这情况 警察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说不抓你是不可能了 不判你也不可能 因为你盗窃 对对 有这个行为了 你构成盗窃罪 我们准备把你带走 但是现在先把你放回去 跟儿子告别 把家里安排一下 全体警察 拿出自己的工资的一步 买了一辆自行车 搁的警车 带着这个小偷 上他家 队长说 我们车就停在这 离你们家远点 你自己走回去 告个别 把这自行车送给你儿子 然后你回来跟我们走 既有法律严肃的一面 又有人情味 最感动的不得了 推着自行车 告别了他儿子 小偷进去了 全体警察 养了这个儿子和他老婆 一直到这个人 出狱 都是这些警察 在管 哇 謝謝